目前,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,很多车主都办理了ETC自助通行卡,并且由于国家规定,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高速ETC的90%普及,这样也就让很多车主朋友都装上了ETC,装上ETC之后为什么不能进行私自拆卸呢? 这些ETC的使用小常识你应知道,第一,ETC是属于一车一个的,ETC是我们实名制的,跟身份证一样,每一台车有每一台车固定的ETC设备,并不是说你想使用就可以拿下来安装到别的车辆上,这也是ETC对于自己的一种保护措施,它是采用的反向开启模式,也就是说当ETC贴在前挡风玻璃上的时候,开关是属于打开状态,而从玻璃上拿下之后,ETC的开关会自动关闭的,这时候就算我们再重新贴上去也是不能使用的,正是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, ETC未拆掉之后,必须要重新去银行进行激活,也是特别麻烦的,第二,ETC使用过程当中的扣费制度,有的ETC是采用信用卡扣费,有的ETC是采用预支付的方式扣费,而这两种扣费方式一定要向银行咨询清楚,否则信用卡有年费,那么就得不偿失了,第三,ETC使用的实现,有的引擎为了推销ETC设备,办理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优惠额度,这个优惠额度一般来说是有期限的,比如三个月,六个月,是不确定的,也正是因为这样, 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使用的年限,否则发生不愉快,那就只能我们自己承担了,谈了小编给大家的讲解,ETC设备虽然方便着我们大家的生活,但是不懂的人看来,ETC却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,一定要帮助大家树立使用ETC的信心,这样才能让ETC更好的为我们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